大家好,我是华西白奥哥,今天4月30号,我身处的地方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,为大家讲述真实拉罗行情 首先是13PRO128G的,这是外版无手单卡的机器,像这个机器已经是缺货了好久了,现在电池100的这种纯色比较好拿货的是在4750块钱的样子 这个机器是欧版的,欧版的可能说这种13系列还比美版的还能便宜一点 像14系列的欧版可能说还比美版的再继改双卡的贵个两三百,这就是曾经的 大家可能说嫌弃一点,但是到现如今的可能说大家喜欢一点,所以说这就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,对吧 什么机制大家追踪高一点,需求量高一点,它价格来可能是会变动一点 这个是12PRO128G的美版有所的卡列机,之前价格这种量级可能说2500,后来跌到2500,现在直接涨到2500了 现在12PRO的价格可能说128G内存的,比之前的价格涨了100块钱 用一句话概括呢,即将要到达的5月份的行情,就是5月份的行情,基本上等于年后开过年后的价格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2月3月买机器的兄弟呢,或者说甚至4月份买了机器的兄弟,它的机器呢基本上保值不掉价 这个呢是12PRO的512G,经常跟大家说了,看机器呢,不仅是看电池,也看外观成色 所以说很多机器为什么能便宜很多呢,是不是,这个12PRO512的,这个才要3350块钱 那你说你买256都要多少了,是不是,就这机器可能说橙色差屏幕的话,它就能便宜很多,是吧 便宜了300,300就近到400块钱,就是说很多兄弟只说一个价格去买一个什么样的机器呢 真的是没有一个很大的参考意义的,只要你能够接受橙色比较差的,即使用起来呢也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价格呢便宜很多,这个是华为的Mate20PRO,也是欧版的刷卡了,这种需要咱们刷一个光的鸿蒙系统 那这个机器呢,有个明显的一个特点,就是呢,屏幕的主上角,它是有漏页的 但这个机器拿回也是比较便宜,750块钱,如果正常呢,可能说要个八九百 那这种机制,你说,已经屏幕漏页了,那你把屏幕的钱全部给我扣掉啊 这屏幕应该还只要价值好几百,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,是不是 那你说这种机制肯定比,你花个几百块钱买个别的安卓的那种入门款肯定好啊 但用个几年扔的都不可惜,这个呢是XSMAX256G的,这种机器都是目前回收的 因为市场上拿这种机器呢,普遍价格是不算很合适的,然后因为市场上的价格是很高的 我们拿回去不挣钱的机器都是比较难卖的,这个机器是比较特殊的,什么机制呢 它是之前有所黑接好的机器,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呢,只要不管原不刷机,用起来跟宠物手是一样的 价格关键是很香啊,这个是1500米安排,这个已经卖了,可以说这种机器,大家只要说便宜的 真的这种机器还是大家很容易去买,也反映了经济环境可能是不那么好 这是iPhone11,一般二十八级的每版无锁,目前我们市场上拿回要到2050到2100了 这是咱们这种回收的轻贵点瑕疵的能回收到1000多的一个价位 然后直接给大家到手价格就是我们市场拿货价,可能说就会优势了200块钱左右 将这种机器10亿以下的这种机器,我们的市场上都拿货是完全不好卖的,价格是非常高的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的真实的奥行情呢,都会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都会一一详细的回复,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